好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出租人的 好 那我們說出租人他怎麼樣判斷 他是營業助力還是一個資本助力 好 那基本上來看出租人裡面呢 殘租人講的四個條件裡面 對於出租人來講也是一樣 其中任何一個條件符合 然後再加上兩個條件 第一個 也就是說出租人呢 能夠知道 就是說 他能夠很確定的知道 他大概這個應收租賃款 也沒有重大不確定性因素 也就是說 應收租賃款是可以收得到的 沒有重大的不確定因素存在 第一個 就是說出租人是不是要收錢 他能夠有這個確定 某個程度來講說他可以確定 他可以收得到錢 你有重大不確定性因素 第二個 他要把東西租給人家 他必須付的履約成本 或者是他要盡的義務是可以什麼 很明確的 就是說他很清楚 他大概也有多少的一個支出會發生 所以加這兩個條件符合 然後再加上四個 這兩個是出租人才有的條件 然後再加上成租人以四個條件 當中任務的條件符合 對於出租人來講 他就是一個資本租賃 好 所以出租人的資本租賃的判定判斷 跟成租人一樣 只是他比成租人要多了兩個條件進來 一個就是他收到錢沒有不確定性因素 第二個 他必須他有這個收入他一定要什麼 相對的成本支出 這些成本的發生 他也可以評估的出來 他就是一個什麼 他就是一個資本租賃 好 那我算對於出租人來講 他這個資本租賃又可以分成兩種 好 剛剛講說就成租人來講 他只有一個什麼 他的資本租賃就是融資租賃 但是對於出租人來講 他的資本租賃可能會有兩種情形 就是兩種的可能 不是A就是B 一種叫做直接融資 也就是說 直接融資的意思是說 那個出租人租給這個 他租賃資產的供允價值等於他只有這個資產的成本 也就是說 這個東西要買來 買來以後就租給人家 就有點像上次我們講 中租笛合一樣 你需要這個資產 對不對 好 你告訴我 然後我就幫你買了 買了以後 這個資產是我的 但是我租給你 好 那我的租金 好 就是中租笛合他要求的報酬去算出來 好 就是根據他的公允價值 那根據那個中租笛合 他要求對這個 對這個公司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真信調查 然後他判定 他決定要給他的一個 隱含利率是多少 每家公司的隱含利率不一樣 因為他一定會根據每家公司的財務狀況 或者是貢險程度來去這個射算 他給他的一個隱含利率 所以相同的資產 對A公司對B公司 他的利率不會一樣 好 那所以這個 對於中租笛合 他就一個非常典型 非常典型的一個直接融資 他出現是 純粹是 你需要我幫你買的 買了以後 我就租給你 然後你就是什麼 分期付租金給我 好 那租金怎麼算 我就說了 那中租笛合會根據這個 這個成租人的財務狀況 風險程度來射算他要求的隱含利率 好 那這種叫做直接融資 就我買了以後直接租給你 那就是等於是我借錢給你去不買這個東西 意思是一樣 類似 好 另外一種呢 如果出租人只有這個資產 不等於 好 不等於他這個租賃資產 在租賃開始日的公民價值 不等於 好 那他就有點像什麼 銷售型租賃 意思是什麼 有點像出租人 他是一個製造商 他生產的機器之後 他本來要賣 他生產的成本跟他的賣價會不會一樣 當然不會一樣 要不然他幹嘛要這麼麻煩 好 所以他的賣價 一定不會等於他的製造成本 但是他在射算他的隱含利率的時候 是依他的賣價去算他的這個租賃合約的 所以他的賣價跟成本中間就有點像 銷貨毛利的概念 好 所以我們就是 如果他是一個 那個出租人來講 他是一個資本租賃 那他有可能是兩種情形 一種叫做直接融資 一種叫做銷售型租賃 對 直接融資型租賃跟銷售型租賃 那所以你從剛剛我的敘述裡面 你應該可以了解 這兩種不同的租賃型態 對於出租人來講 他有什麼樣的不同的地方 如果直接融資型租賃 就出租人來講 他就是會收到是利息收入 等於他把錢借給成租人一樣 所以他會收到的叫做利息收入 好 我們之前講 若是資本租賃就出租人 他發生的叫做利息費用 好 那如果是直接 如果是銷售型租賃的話 對於出租人來講 他不但有利息收入 他還有銷貨毛利 因為什麼 他的賣價 他的賣價跟他製造成本不一樣 你把他想的買賣業 他的銷貨成本不等於銷貨收入 中間差了一個什麼 銷貨毛利 所以銷售型租賃 對於出租人來講 他的獲利會有兩個來源 一個就是銷貨毛利 因為銷售型嘛 好 一個就是利息收入 好 所以對於出租人來講 他比較複雜一點點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看一下 勢力使 好 410 頁 好 差一年的1月1號 好 清利公司以融資 租賃方式來將成本25萬 相當於公平價值也是25萬 新購入的機器租給成名公司 對剛剛我們勢力6講的是 是成租人 勢力使 就換過來講 出租人 他的例子幾乎是一樣的 然後租期一樣5年 租金每一年支付 年初支付 然後這個租約季期滿 那個成名公司有優惠成購權 價格就是2萬 那增額接款利率10% 銀牌利率是12% 我們剛也講過銀牌利率就是 就是用12%去算 他的25萬就是25萬的成本 就是他的公平價值也就用 百分之12%去算 我們剛已經 施力6已經做過了 那一樣他的履約成本有5000 好 那我先決定 好 新利公司的 運收取的租金 每一期要收租金的金額 好 又想呢 類似什麼 這有點像我們要用什麼 失誤差譜法類似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算一下 其實我們其實丟4、6、6一樣 好 我們的意思是什麼呢 我現在每一期要收的租金是多少 是啊 好 那我要收幾次 因為期出 所以 加4期 然後隱含利率是12% 他的隱含利率是12% 好 加上2萬去乘上 因為他的成功價格 好 五期12% 又要等於信任的25萬 好 所以我們知道施力6 我是說假設沒有施力6這個例子 他只告訴你這樣子 那你要去算出來 你這個R每一期要收到的租金是多少 就是59111 那你要收到的現金是多少 加上他的什麼 他的履約成本 所以他要收到64,111 但是這個是不是租金的一部分 好 因為他收到租金64,111 有5000塊 對於出租人來講他是貨戶財成 因為他要什麼 付出去的 所以他真的屬於租金的金額只有59111 好 只是用這個公式去算出來就好了 好 那我們其實在施力6已經做過了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分錄怎麼寫 好 我們做完這個分錄 做完這個記錄了 我們的分錄怎麼寫 好 我們收到的租金要把5000塊扣掉 因為我們做過了 他真的的租金就是59111 好 那59111 乘上5期 乘上5期 好 應收租令款是毛額 就是說不用折現 好 我是借應收租令款 因為59111乘上5期 我要收5年 所以295555 那我現在要把我的資產 好 就是說你會收到這個金額 為什麼會怎麼 因為我買進來的時候 請你記得 當我買進來這個資產的時候 因為我已經準備要租給人家的 所以我不會叫做機器設備 因為不是我自己要用 所以我買進來的時候 我就叫出租資產 但聽你懂嗎 就是說 心理公司買這個資產進來的時候 因為我已經準備 這個東西不是我要用的 是我要租給人家 所以我買進來的時候 我就叫借出租資產 因為我們先判斷 他是一個資本租利的時候 對銷售出租人來講 他是一個融資租利 他就把這個出租資產叫什麼 轉出去 那我買進來是25萬 中間有45555 就是我的未實現利息收入 好 這是我們剛剛算出來的 你每次要付租金 扣掉你的所謂的履約成本 真正屬於有租金的就是 591111 所以我應收租利款是這個金額 然後我的出租資產就25萬 超過的我就是未實現利息收入 那麼未實現利息收入 當你在編資產負債表的時候 他就放在應收租利款的底下 他就是一個應收租利款的減項 所以差一年的1月1號 這應收租利款的限值是多少 就25萬 好 但是因為他期出付款 就同時 如果他是期出付款 我先寫這樣 那因為他是期出付款 所以我馬上就收到什麼? 現金 我要寫59111也可以 好 那我這邊就把這個金額扣掉 59111 因為我就馬上收到了 所以我是236,444 好 因為我馬上就收到這個金額 那當然你說 不是耶 他明明收到 現在他給我的信金是624,000 好 如果你要把這個信金全部寄進來 可以 好 我收到的信金是64,111 我這邊有個5,000是什麼? 應付費用 我還沒有付 只有我還沒有付 但我的怎麼 比如說他是什麼稅來的時候 我就借應付費用 帶現金就付掉 如果你這邊要寫64,111 那你這邊就把你先收到的5,000塊的 還沒有付的履約成本 好 上次我是叫做應付費用 好 那我當我收到了要付的時候 我就把應付費用充掉 就這樣 好 這是如果我們施定時計算完了之後 我怎麼去寫分入 好 所以你一開始要寫 我的現金收到59,111 也可以 你這邊就不用承認應付費用 但是你也可以想說 那這樣也不對啊 因為我明明收到了64,111 好 其實更標準應該是這樣子寫 因為事實上我就收到這麼多的金額 好 那你寫這麼多金額 你這邊要承認應付費用 所以我一個就寫進來 就告訴你 原來是這樣 好 另外起訴付款 付了59,111是屬於付金 所以應收付金很多減少 可是事實上我收到不是59,111 而是收到64,111 好 5000塊就是我的兵付費用 就這樣 其實在我後面應該有寫類似的 應該有寫到他的本領 就在412頁 412頁是一樣的 對不起 我剛剛漏掉了 因為他有餘 為優惠認購價格 對不起 我漏掉了 有2萬塊 我的應收住令款是我每期收到的租金 就是我的錯 59,111 加上乘上5期 加上他的優惠認購價格2萬 這個你就不用去折現 因為這個題目裡頭 他有優惠認購價格 或者是他有保證產值 就一樣要加上率 所以我這邊少加了2萬 所以這邊是256 好 是我的錯 所以未實現利息收入是約5,000 好 就跟412頁也一樣 這是我剛剛寫錯了 我忘記了 他有優惠認購價格 他如果不是優惠認購價格 他是保證產值一樣 如果有慰保證產值 後面有一個例子 好 我們不要一下講那麼多 施力十一就到這裡 施力十一就寫成分錄 就這樣 好 好 這個我剛剛把優惠認購價格 或者是他不是優惠認購價格 他是保證產值都一樣 好 你的應收租利款就2萬 好 那我的應收租利款攤銷表 其實跟406頁吧 就是成租人的攤銷表 長得完全一樣 因為我每一次就是未實現利息收入 會減少 因為我剛剛講了 未實現利息收入 就是在這個應收租利款的底下 是一個減項 所以應收租利款的 真正的帳面價值 是跟應付租利款的帳面價值 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他的攤銷表 就可以用406頁的成租人的攤銷表 一樣 只是他是付現金 也是收現金 他是利息表 也是什麼 利息收入 然後應付租利款的退銷 你是未實現利息收入的貪銷 就這樣而已 看不看懂嗎 也就是說第一期 我們用那個400 我記得應該是400年6月吧 好 假設差 就是差1年的1月1號 好 差1年的12月31號 就成租人 心理公司 出租人來講 他就承認的是 未實現利息收入 轉為利息收入 好 他的貪銷表 就跟我們的成租人是完全一樣 然後轉為利息收入 好 金額應該跟前面一樣 406月了 好 5911 對不對 第一期是 22907 他的利息收入 22907 好 然後呢 他任年的1月1號 他又收到現金 好 假設我跟前面一樣 我收到現金 是64111 然後我的應收付利款 抽掉是59111 另外5千的 就是我的應付費用 好 差1年底 我根據 我的256444 256444 減掉 6555 就是我第一期的 那個應收金額的帳面金額 乘上12% 所以我承認的利息收入 是22907 好 抽掉就是我的未實現利息收入 那下一個年度 一開始 你問他期出 收到 6萬4千 111 那有59千 是我的應收金額收限 另外是我的 旅約成本的費用 當時我收到了 譬如說因為 假設這個機器是有帳單的 好 假設有什麼 什麼稅 覺得 想喝汽車好了 還有燃料稅 海灶稅 好 這些稅呢 因為所有的權是誰 是新利公司 這個地方稅 稅賃金額住 已經會把這個稅單寄給新利公司 那新利公司收到這個決斷 以後就講解 好 所以它是 Infail 好 大家看得懂嗎 好 也是課本上面有寫的 那 因為他把出租資產已經抽掉了 所以他不用承認 折就費用 他不用承認 折就費用 大家看得懂嗎 好 最後 X5年底 X5年底 他就這樣說 到X5年底 他承認了 立即收入之後 這未期間立即收入就衝掉了 就領了 所以在X5年底 承認立即收入之後 你死先才應修 租賃 所以假設X5年底 他還的時候 這個租賃資產 跟你還用那些勾取 好 所以最後 在X5年底 承認了立即收入之後 除了立即是 除了他也會實現 立即收入轉為立即收入之外 好 他也要有這個分路 最後他還有了什麼 運收朱立款的 2萬塊 好 所以最後他會收到現金 因為他還是優惠認購價格 所以他會收到現金 2萬 但應修朱立款 所以應修朱立款 就全部充滿了 最後 我收到這2萬的時候 我是充滿到應修朱立款 2萬 全部充滿了 因為你可以知道 我們應修朱立款 有一些承認出 就是這個金額 加上優惠認購價格 或者是保證的層次也是一樣 要看得懂嗎 好 這是勢力十一 好 到勢力十二 好 勢力十二 我是不是全部 假設他都剛好收回來的話 我最後是不是有承認利息收入 然後我收到 他是假設說 他的 他是勢力十一 十二 然後他就講說 他是保證產值2萬 好 保證產值2萬 但是到時候他只有1萬的公民價值 所以那個 陳豬遠就要等1萬塊的現金 所以最後 假設他是勢力 勢力9 他如果是優惠認購價格 最後他就是付掉2萬 勢力十二 他如果不需要優惠認購價格 而是什麼 他有保證產值 而這個保證產值 到了期末 到了差五年的時候 他的公民價值只有1萬 好 對於這個出租人而言 他會收到的是 如果是出租人而言 我的勢力十二萬還是2萬 他那時候保證產值2萬 剛才我已經查掉了 2萬 然後因為我的公民價值就有什麼 出租資產 只有1萬塊的價值 做我整成1萬塊啊 好 因為他的公民價值就有1萬 所以我會收到一些幾萬 就結束了 這樣看懂嗎 好 因為我收回來的時候 這個資產就有1萬的價值 公民價只有1萬 我就成1萬 然後我成主委要補我 1萬塊 所以我收到1萬 然後我衝到應收住民款 因為最後我的應收住民款 都升起來2萬 好 這樣看懂嗎 好 這是勢力十三 十二 十二 十二是 他只保證產值收回來之後 後面只就1萬 那勢力十三是有2萬的優惠 又或價格 雖然是借現金做 今天寫的 借現金2萬 大概一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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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 就是4萬 一起撕裂的 勢力十三的例子 好 就是前面的例子 一直想他後 他一直到後面怎麼處理而已 這樣看懂嗎 所以跟勢力6 例子也伸出來 勢力6先講 陳主任 那勢力7 勢力幫助從後續的處理 以及到到諸約其滿 阿公會怎麼做 那勢力10、11、12 就是講 朱主任的寬體處理 這個例子可以 相同的數字 兩邊都可以這樣寫 也是因為這個陳主任保證兩萬 然後朱主任也認為這個資產 他的保證成這兩萬就夠了 就夠了 好 那如果 好 那個 我們先講 勢力14 如果是銷售型的儲利 好 如果是銷售型的儲利 假設是施力12 跟施力12一樣 好 就是施力12是什麼 好 就是那個成本12出 他買進來自己也是25萬 好 然後每集收到租金 然後呢 估計產值兩萬有保證 好 然後隱含率是12% 好 看一下 施力14 因為施力14又連續施力12 只是什麼 只是他的機器呢 他是什麼 是銷售型沒有保證殘值 是銷售型沒有保證殘值而已 所以機器用租金的融資方式租給他 然後呢 他的殘值 夫妻殘值是2萬 有殘民公司 成名公司 好 重點來了 但是呢 新移公司買進來的機器成本就20萬 到時候買進來是25萬 然後現在呢 他租的時候公司價值是25萬 意思是這樣 好 所以呢 那個 我們來看一下 等於是說他的成本跟他的限值中間有差異 他就有什麼 他就有銷售的行為分債 所以他買進來的時候 他是把他當作商品 好 比如說 我先把他買進來是當作商品 然後我把他賣租出去的時候 把他當作什麼 他就把商品賣掉 所以從存貨轉為銷貨成本 好 施力14 就是這個異次 其他財幣都一樣 一樣 每一期付6萬4111 然後呢 一樣 他有這個財值2萬 然後一樣呢 他有5000塊的 呂約成本 好 所以 當他做這樣的加益分錄的時候 他前面都還怎樣 你可以看一下 第一個分錄 建定收出領款 待會一直建立即收入 但銷貨收入 好 因為他買進來的時候 他是借存貨 要看懂嗎 可惡不一樣的地方 是我買進來的 或者是我持有他的成本 丟20萬 但是我在轉出去的時候 這時候就25萬的價值 所以20萬的成本 這20萬中間 我有5萬塊的銷貨毛利 好 所以他的分錄不一樣的地方是 當我轉出去的時候 這個地方他不叫做出租資產 好 這個地方 他不叫出租資產 他叫做銷貨收入 因為他有銷貨收入 他就會有銷貨成本 所以接下來他就是什麼 把存貨轉為銷貨成本 但銷貨成本已經告訴你了 我存貨買進來的金額是20萬 所以我存貨帶的就20萬 轉銷貨成本就20萬 就這樣子 好 這是勢力是適想的 好 所以他先講一個很簡單的 這樣看懂嗎 也就是說 我持有的成本 跟我租出去那時候的價值 兩個是不一樣的 好 所以當時後的公允價值是25萬 這25萬 他其實題目上面直接告訴你 可是他已經告訴你 因為我每期收到的租金是多少 然後租金裡面 64,1100 有5,000是我的什麼 比例成本 然後另外我的銀行利率是12% 然後到期5年之後 這個租金公司 那個成租人的保證才是2萬 所以你一定要去算出來 你的這個租租開始日的 租金資產的公允價值就是25萬 所以譬如說他現銷價值20萬 我的成本就20萬 所以中間有5萬塊的銷貨成本 而對不對 5萬塊的銷貨毛利 好 但是我的分額怎麼寫 只插在這個地方 好 這樣看懂嗎 所以這種叫做銷售型租利率 所以持有成本 跟我的租利率開 我的租利率的價值 公允價值兩個中間 必須有差的 那我們叫做銷售型租利 教授有沒有什麼問題 請問聽懂嗎 因為我剛剛看你跟搖頭 我想要聊的是什麼意思 可以問一下 好 這就是他有保證才值喔 好 施利時事講 跟施利時的完全一樣 有保證才值電話 只是成本 他卻有成本是20萬 就這樣而已 教授如果他沒有 他的保證殘值 不足以cover所有原來出租人 在認為租期借滿這個資產 應該要有的公寄價值 那就表示他有一部分是未保證殘值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 你可以看一下415頁 他說如果有未保證殘值 一樣是銷售型租利 但是他有未保證殘值 在415頁就這樣了 如果租租資產有未保證殘值 但意思是什麼 這個資產的有一部分的風險跟報酬 沒有完全遺傳給成租人 好 所以呢 避免銷獲出入跟銷獲成本的高估 所以銷獲收入金額 應該以出租資產的公寓價值 或者是出租人 并收最低租利 給付 按市場利益責限值 兩個算比較低的 來決定 好 他的銷獲收入 那銷獲成本呢 一樣要把他的成本 減掉未保證殘值的部分 才是把他存貨轉為銷獲成本部分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例子 好 市利15 跟市利14完全一樣 只差在哪裡 沒有保證 好 他估計殘值沒有經過成名公司 或有第三者來保證 所以沒有2萬塊的 也就是說 新利根是認為他的殘值 租金屆滿的時候 他的殘值還有2萬 但是這個2萬 陳租人沒有保證 這2萬 陳租人沒有保證 好 那我的運收租領款 一樣 好 一樣我承認 這個完全一樣 這個跟租金前面一樣 我的運收租領款一樣是 我的租金 看幾期 然後加上我的未保證殘值 如果有保證殘值也加 如果還有未保證殘值也加上去 就是我的運收租領款的毛額 好 那因為這個例子我們說了 他一定是什麼 他是一個 那個銷售型的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的運收租領款 然後因為一開始 我也收到這個現金 所以我先把條件都一樣 先寫上去 4、2、5、6、4、4、4 然後我收到現金 一開始的分路寫的都一樣 好 然後我的銷貨收入 這邊不太一樣 這邊不太一樣 好 然後我有未實現利息收入 然後我先把應付分佣寫進來 這個時候我建議你就把它寫在一起 我把銷貨成本 我的存貨 那我這邊先寫下我的應付費用有五千 因為我這邊寫六四一一 如果寫五九一一 就這個就不用承認了 但是我寫的是六四一一一 所以我先把這邊寫上來 好 我的利益 未實現利息收入 好 那我的銷貨收入 我的存貨 像我們在講 我的存貨 我賣掉 我轉出去的存貨的金額是20萬 我轉出去是這樣子 但是我的銷貨成本是 我的銷貨成本20萬 把我20萬轉為銷貨成本 對 存貨買進來轉20萬為銷貨成本 但是我現在有2萬塊的未保證殘值 那2萬塊的未保證殘值 就表示你沒有賣掉一樣 所以你就不能轉為銷貨成本 所以我的銷貨成本是什麼 是2萬去乘上 5期利率12%的折現值 5年之後的2萬 實際現在多少 乘上 我們現在是 銀函利率是12% 看一下 銀函利率是 市場 市場利率是12% 他先講市場利率是12% 所以5、6、7、4、2、7 所以是11、3、4、9 所以我的銷貨成本是20萬去減掉 沒有賣沒有轉出去的 所以我的銷貨成本是188、6、5、1 好 那我的銷貨收入請你已經講了 我的銷貨收入是根據什麼 是根據 好 我的銷貨成本是根據 出租資產的公民價值 或者是收到 應收租利率 按市場利率去折現 2個比較低的 那出租資產的公民價值是25萬 那應收租利率 最低租金 僅付按市場利率 就是12%去算 最低租金 就是我的租金的金額是59111 去乘上 1加上12%的 市起 12%是 3點 4.307 30730 4.037349 好 所以我算出來的是238652 也有4125入 所以23685 課本上面是沒有給他4125入 課本上面是寫238651 好 我這邊算是 就是59111乘上1 加上年金限值4期12%的限值 算出來是238651 跟資產的公平價值 資產的公平價值是25萬 好 維持不變嘛 所以我是這兩個選他比較低 以為我的銷貨收入 所以是238 最後讓這個平衡 就產生我的利息收入 所以我的未實現利息收入 就一樣是651 655 要看懂嗎 只差在哪裡 因為你有未保證殘值 他已經告訴你說 未保證殘值的意思就是什麼 就是出租人沒有把這個資產的風險 全部移轉給成租人 所以他就會有什麼 他的銷貨收入跟銷貨成本 成人的金額不一樣 也因此他的銷貨收入 他的存貨 他的存貨跟成人的銷貨成本不一樣 他存貨充掉是20萬 但是轉為銷貨成本的資料有多少 188651 這中間就是差了未保證殘值的 謝折現值 然後他的銷貨收入 剛剛講的 就是我的出租資產的公平價值 跟我的最低租金給付 現值的折現值 選他比較低的 那其實某個程度來講 你也可以把這些金額都列上去 之後最後就是你產業的時候的收入 也是一樣的 好 這個是如果你有未保證殘值的情況之下 那你的分路怎麼寫 好 那一樣 我的應收住運款 也要分成流動跟非流動 下個年度會收到的就是流動 好 當然你的應收住運款 後面跟著未實現利息收入 也要跟著跑 你的未實現利息收入 是跟著你的應收住運款 所以你的應收住運款的底下 流動跟非流動 都有跟著未實現利息收入 好 現在看懂了嗎? 聽起來好像有點複雜對不對 好 沒有關係 我們先找一個例子給大家做一下 好 好 看一下 444頁的第10題 我們看一下 444頁的第10題 好 這個是一個銷售型的租賃 他說台中公司差6年 1號用20萬買入機器一部 然後將這個簽約 將這個機器租給高雄公司 租約如下 租期4年不可撤銷 每年等於租金 收租金等於年底支付 好 是年底支付 他是期初就簽了這個合約 就開始出租了 但是租金是在年底才收 然後呢 差6年的年初 這個機器的供免價值 是60萬5444 那你14年沒有殘值 租期借滿 機器就移轉給成租人 好 然後利率是12% 隱含利率是10% 這是為成租人所知道的 然後每年的租約成本 是20萬為機器的保險 好 第一個問你 這個租約每年公司 收取的租金的金額為多少 這個例子很簡單 因為他也沒有保證產值的問題 也沒有未保證產值的問題 也沒有優惠認購價格的問題 所以他是租期借滿之後 他就什麼 無條件移轉給成租人 好 然後呢 他的租金開始日的公免價值 租利資產的公免價值 是60萬5444 然後告訴你 他是租四期年底付款 年底收錢 好 因為現在是出租人 所以是年底收錢 因為他的隱含利率10% 所以你去算 他每一期要收到的金額是19萬1千 就這樣而已 反正是190999.9四捨五入19萬1千 好 我不知道後面答案也不一樣 你可以幫我 平常都我改你們考驗 你現在改我 看我寫的對不對 因為我不知道後面的是什麼 題目我都是隨機的 看到想做哪一題 不是做哪一題 說我也不親 我也沒事先做過 所以你靜可以去找找查 看我跟哪裡錯 所以我算算這個金額是這樣 其實我要是沒有把握 我可以做貪銷表 我貪銷表做完 如果最後能夠貪銷的結果 是我當時候預期的 因為他是什麼 沒有保證財子 所以最後我的英修助力環就是0 就沒事了 就對了 是沒事就對了 好 那假設我是這個數字好了 好 因為這個數字還蠻漂亮的 所以通常我在沒有預期 應該是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再看一下我的最低租金的 那個金額就191200 好 不對191200是我每期收到的限 然後我剛剛已經算過了 這個就是我的限值 所以我承認的 相貨收入 當我有未保證產值 不過這地址沒有 因為他們有未保證產值 所以他就很簡單 這完全不是我希望找到的一個 比較挑戰性的題目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 191,111 我要乘幾次 因為我要收到4次 所以是764,000 相貨成本 因為他沒有未保證產值 所以我原來的成本是多少 60萬 只有60萬 好 因為我寫在一起也沒有關係 好 借消貨成本 呆存貨 好 那我的消貨收入 就是我的什麼 現金的 就是我的限值 未實現利息收入 是158556 好 所以這個就是我的分路 就這樣而已 這是 起初 這個時候 X6年度 1號 好 這個例子要我們做什麼 X6年度 所以起初 它要包括起末 好 起末 好 我起末 X6年的 12月31號 第一個我會收到現金 好 我收到了現金的其實 應該是193,000 好 然後我運收朱利款 191,000 那有兩千是什麼 他已經告訴我 我的紐約成本是2000 這2000是什麼 保險費 那我付的時候 我是借保險費 貸現金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 我付的這個保險費 不是我的保險費 所以我衝掉 所以 貸寄保險費 所以我是假設 我這個保險是在年度當中就付了 那我付的時候 我是借保險費 但預貸這個現金 那這個2000塊是從 要從我的租金裡頭扣的 所以我收到的錢會是193,000 然後我的2000是我前面已經先付的保險費 去充掉 最後損益表裡頭 這個保險費就不是出租人的損益表上面的保險費 好 然後另外我要把未實現利息收入 充掉 我的未實現利息收入是多少呢 因為一開始等於我借給他的 我借給 陳豬仁的就是這個金額 所以 25444的百分 因為我的什麼 有效銀行利息的百分之10 所以這個金額乘上10% 所以是60544貸利息收入 如果你有時間 你會覺得不知道 對寫的都不會 Don't worry, you happy 貪銷表作一下 好 我的日期 我所承認的利息收入 好 我的未實現利息收入 其實我這邊 我不用分那麼多個 我的應收租利款 還是分比較好 好 還是寫一下 我的淨投資會比較好 是因為我在算我的利息收入的時候 會比較好 我的淨投資就 應收租利款是減掉未貪銷的 未貪銷的 好 未實現利息收入 真的未貪銷的 好 一開始 我現在先做的事情 我不知道對不對 你有時間 反正我給你的時間也很聰明 你可以自我檢查 我現在的未實現利息收入是 158 556 運休租利款是76萬4千 淨投資是這個減掉這個 所以是605 444 好 第一期 差6年的12月31號 差7年12月31號 差8年12月31號 差9年12月31號 等我收到錢之後 我的淨投資剛好就是等了 為零 好 那我們看一下我第一期收到的利息收入 我是不是承認605 44 好 然後我的運收助利款 第一期收到了 12月31萬9千 還是19萬1千 764 減掉191 所以是573 那我未貪銷的金額 158 556 減掉5044 605 605 444 605 44 所以是98012 好 那我說我淨投資要留著是 原因是因為我後面要要計算下一個年度的比較好 所以是605 所以是605 4 5 7 3 474 998 98 變字檢測 好 688 好 然後下一次 第二名我承認的利息收入 就這個金額 47 479 47 4 4 4 99 好 這個的10% 因為我的利息收入是10% 因為我責限率 貧含率是10% 好 然後呢 我算完之後 是9802 減掉 474 99 1 5 1 5 5 5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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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 382 然後我的淨投資 50513 所以是 331487 再來第三年 33149 所以 50513 17364 582 我剩下 491,000 所以我的投資金額 173636 最後一年 這個的10%就 17364 0 副完 0 好 我做完這裡 我應該覺得我一定沒有寫錯 因為我說了 攤銷完最後 最後一年我是九萬千付完了 所以我的淨投資金額是0 這個是我自己寫的 這個多寫的 後面的答案應該只有到這裡而已 差六年初 差六年底 應該就這兩個分鐘 然後有一個金額 好 第一個答案 每年你要付出的金額是19萬3千 那你住你19萬1千是租金兩天是什麼 你的履約成本 好 先休息一下有問題的來問一下 好 先休息一下 好 先休息一下 好 先休息一下 謝謝 好 先休息一下